如 赏花 饮酒 莫涵兄 可有何烦心事啊 烦心事是没有 可是以后 能不能不要再叫我莫涵兄 我想你叫我 莫涵 天气渐凉 记得加饮 以免感染风寒 我会心疼的 多谢郎君关心 你看 今晚的月色多美啊 是啊 妾身 也想得到郎君的关怀 你 不配 我 不配 郎君 你为何对我如此绝情 你只不过是我万花丛中过 粘在身上的一棵草罢了 难道我们之间的那些誓言 你都忘了吗 那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认真 你就输了 夫君 天色已晚 该就请啊 停 怎么了 小宁 骂子 对不起啊 我刚刚好像听到 有一个音 不好 不太对 都听出音不对了 果然是可诉之彩 哪个音不对 没关系小妮 你可以大胆地说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没有没有 是我刚刚听错了 不好意思 炎人间 也是也是 郝总的音怎么能错呢 好了 你们出去休息一下吧 我跟杨老师 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进度 郭总 这台词可能需要再看一下 你看看 好 可以 小宁啊 明天录音的时候 公司人手不够 就辛苦你一下 给大家送一下咖啡 嗯 好 哦 对了 你记住 燕燃姐的咖啡一定要用 四十五度的婴儿温度水来冲 温度高了 低了 她都不喝的 四十五度 我之前怎么不知道 公司上下都知道的事 你记住就行了 以后在公司多注意观察 这当初 公司在采购物品的时候 顾总还专门吩咐过 所有的水壶都要买能显示温度的 顾总对郝总 真的很贴心 别忘记了约会 好 可以 洛璃姐 嗯 我先下班了 嗯 好 去吧 谢谢观看